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来做一期历史上的魏妍 那么我们开始吧 魏妍自文常,易洋人 历史上的魏妍与演义里面不同 并不是以降将的身份加入刘备军的 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的他 是以布曲的身份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因为作战有功成为了衙门将军 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迁移至所到成都 需要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来镇守汉川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个大将一定会是张飞 张飞也觉得会是自己的时候 刘备却提拔魏妍为镇远将军 汉中太守 全军上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感到无比的震惊 后来刘备大宴群臣就问魏妍 如今我对你委以重任 你在这个位置上有什么打算吗 魏妍回答道 如果曹操举天下兵马来进攻我们 我请求魏大王宁去抵御他 如果只是个将领率领十万兵马来攻 我请求魏大王宁把他们吞并了 刘备说 好 群臣也觉得魏妍说得十分的豪壮 两年后 公元二二一年 刘备称帝 魏妍被拜为镇北将军 又两年后 公元二二三年 刘备去世 刘善继位 魏妍被封为都庭侯 四年后 公元二二七年 诸葛亮进入汉中 让魏妍总督前部领臣向司马 梁州刺史 历史上的诸葛亮总共有五次被罚 公元二二八年 第一次被罚的时候 曹魏方面是夏侯毛坐镇在长安 在诸葛亮和重将商议的时候 魏妍就说道 听闻夏侯毛年纪很轻 而且是依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 胆小无谋 如果现在我能带领五千金兵 通过自污谷到达长安 夏侯毛听闻我来到后 肯定会逃走 只剩下一些官员 和可以被搜刮粮食的散民 而曹魏东面的援军 要二十天才能抵达 您肯定会比他们先到 这样的话 长安以西就可以全部平定 但诸葛亮认为这个计策 太过于凶险 就没有采纳 两年后 公元二三零年 诸葛亮第三次被罚 派遣魏延进攻枪中 在阳西遭遇并且大破曹魏的 后将军费瑶和雍州刺士郭怀 于是被申签为前军师 珍稀大将军 持贾结 进封为南政侯 一年后 公元二三一年 诸葛亮第四次被罚 曹魏方面的统帅 司马懿派遣张和进攻王平 而自己亲自率军 去进攻诸葛亮 诸葛亮就派遣魏延 高翔 吴班去迎战 大破魏军 斩获三千魏军 中低级军官的首级 玄凯五千多箭 角弩三千一百多张 魏延每次跟随诸葛亮争战 都会请求诸葛亮 让自己带领军队万人 和他分兵两路 最后会是在同关下 如同历史上的韩信那样 但诸葛亮都没有接受 因此魏延觉得诸葛亮胆小 贪恨自己的才能 没有得到发挥 魏延不仅善于养兵 练兵 自身也勇武过人 但因为性格孤傲 大家都对他近而远之 避着走 可唯独杨仪不屑 也不避开魏延的锋芒 魏延对此十分的记恨 两个人的关系 如同水火一般 公元二三四年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魏延被任命为前锋 晚上做梦 梦见自己头上长了个脚 就问詹梦人赵直 赵直就对魏延说 麒麟有脚 但不用他 这是不用交战 敌军就会自己败亡的征兆 但赵直离开后 却对别人说 脚这个字啊 刀下面是一个用 头上用刀 大凶之兆啊 同一年秋天 诸葛亮病危 就秘密地和长使杨仪 死马费一 护军江维等人 商讨他死后 如何退军的计划 命令让魏延断后 江维辞之 如果魏延不听令 便不用理他 军队按照计划行动 诸葛亮病逝后 密不发丧 杨仪令费一 去试探一下魏延的态度 魏延就说 丞相虽然死了 但我魏延还在吗 府中的官员 可以去发丧还葬 我应该率领军队 去进攻敌人 怎么能以一人之死 而废弃天下大事 况且 我魏延是什么人 怎么能够接受 杨仪的命令 去做一个什么断后将军 说完后 魏延还要求费一留下 和他一起安排行动 要费一和自己 联名写公告给诸将 费一就对魏延说 我回去把您的意思 告诉杨长使 他是文官 不懂军事 肯定不会反对您的 费一一出门 就骑马狂奔而去 魏延立刻就后悔了 想去追 但已经来不及了 魏延只好派人 去盯着杨仪他们的动向 才发现 他们全部都准备 按照诸葛亮生前的计划 开始撤退 魏延大怒 在杨仪还没有撤回去之前 带领着军队率先南归 烧毁了所有的战道 随后 魏延和杨仪互相上表 指控对方叛变 一日之内 两个人的上表 都到了刘善的面前 刘善就问势中董允 刘府长使蒋婉 两个人都力保杨仪 而怀疑魏延 杨仪率领军队 披山开道 不分白天黑夜的往回赶 但也还是在魏延之后抵达 魏延占据了南谷口 派兵攻击杨仪 杨仪派王平去抵御 王平大声地斥责道 丞相尸骨未寒 你们这些人还胆敢如此 魏延的军队知道错在魏延 就都不听指挥的散去 魏延只能和他的几个儿子 逃向汉中 杨仪派遣马带去追 马带追上后 砍下了魏延的脑袋 交给杨仪 杨仪踩着魏延的脑袋 说道 雍奴还能再接着作恶吗 随后诛杀了魏延三族 好 那么最后 关于魏延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 三国志和魏略给出了不一样的解释 各位看官可以自行选择 相信哪一个版本 魏略里面说的是 诸葛亮本来是要把兵权交给魏延的 但是因为杨仪和魏延的关系不好 害怕魏延掌权之后 会被魏延所害 所以就对诸将说 魏延要北上投敌 然后还率兵攻打魏延 魏延不想和自己人厮杀 没有交战就逃走 最后被杀 而三国志里面说的是 魏延没有北上投敌 反而难归 目的就是为了杀杨仪 平日里 魏延和众将的关系虽然不好 但是当时的实论都认为 魏延将会代替诸葛亮 并没有背叛国家的意思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